LAYO聊世紀聽聽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GLO戰隊對上夢想家 這場比賽是世界沙漠錦標賽 OK 那我們的沙漠世界錦標賽又開打了 這次是由GLO戰隊對上夢想家戰隊 來自阿根廷的戰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非常特別 開局就有這個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呢 他是很微妙 很小一個喔 血量只有500滴血 所以你的刺猴啊 或者是肉麻 或者是槍兵喔 都有可能把這個給打掉 而且這個城鎮中心是不能 不能放村民的 所以只要拆到這個城鎮中心的話 對於前期的玩家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所以一開九 大家還是要來黑暗去補 城鎮中心的喔 城鎮中心先補在這個位置 那這邊道特決定把TC補在了上方 但尼可夫這邊也是 這張地圖兩邊的戰隊都有研究過 該怎麼開局才會弄得比較快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補魚 一開始兩邊就有漁船了 可以看到這邊兩邊補魚 開始補開始補 好 那這邊也開始補碼頭 大家的碼頭抱船 好 我們看到阿根廷戰隊 好 孟小家 好 這邊是抱船捕魚中 這邊三個人的顏色 但下面 怎麼好像多了一個HERA在中間呢 HERA這邊捕魚有點無視自從 再跟對對手一起補魚 哎呀 這個真的是感情還不錯 一起補這個海豚 海豚表示 好 那接下來 看一下兩邊的文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夢想家這邊的文明選擇 這邊夢想家選擇了這個葡萄人 葡萄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所有的黃金兵都是八折優惠 而且火槍跟火炮可以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在團戰中 只要能插下火炮塔 或是樹地打出港灣大商戰 給隊友資源 或是打一個推進戰術 都是很適合團戰的打法 那另外一個文明是紫色 是曲折羅人 那曲折羅人的文明特性呢 是他開局的城市中心旁邊 就有一個果子 好 我們這邊看到 看上面在搶野豬了 這樣地圖上面的野豬非常多 所以也第一次要上來吃這個肉 那這次村民可能會被頂死 村民不要卡到 拉回去 OK 射死 兩邊都在搶野豬 好 那曲折羅人的駱駝呢 在團戰方面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但是連對方的遊俠都可以輕鬆獲勝 這裡一次拉三頭 來一次拉三頭野豬 哇 尼可夫沒有看到嗎 有看到 但是圍死一晚 但是這邊他並不是要去追 要是來拉嗎 哎呀 不是來拉的 他以為他要來拉這兩頭 好 又被偷了三頭野豬 有點小虧 沒想到這三頭野豬被偷走了 哇 這野豬豬排盛宴啊 豬排盛宴 哇 吃到兔 總共有兩千多了 好 那這邊曲折羅人的閃避馬 對工兵有這個很好的效果 不管是要打騎兵工兵 曲折羅人都是有一個很好的彈性發揮的 好 那他的隊友尼可夫選擇了蒙古 那蒙古人呢 在前期的打野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也是弄得非常好 所以在開局時在上方 選擇到了蒙古是非常舒服的事情 這邊打野吃的非常速度 很快很快很快 那到了地龍師蛋呢 擁有馬攻速度最快的文明特性了 這邊想要再來補偷野豬 但是被射了一發 這一村 小心 好 那現在尼可夫先 過來把對手 倒頭先給圍起來 這邊要不要繼續圍啊 把對方直接圍死 好 直接拉村民過來打架 好 直接開打 但是拉村民回頭 想要來修禮 倒頭這邊忙著吃豬肉 好 目前大家這邊拉兩隻村民過來 兩村換四村 這樣不虧 好 再修再修再修 好 再修回來 Hera這時候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那我們來看一下巨柔戰隊 巨柔戰隊這邊選擇了伯伯仁 伯伯仁是克制蒙古的最好的文明喔 因為他的駱駝弓兵呢 對於馬攻騎兵 都有額外增傷效果 所以蒙古突騎出場的話 弱攻也可以獲得一個很好的壓制效果 而且他的駱駝 只要點下金冠技術就會自動回血 非常舒服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這個是Hera也是選擇了蒙古 哇 選擇了兩個非常頂級的文明 後期 都是後期之鬼 沒有意外的話 巨柔戰隊應該是想要打後期 我們來看一下前線的部分 前線的部分 塔套選擇的是達羅皮圖 達羅皮圖呢 海戰優勢非常巨大 因為前期升級時代史 可以獲得200的木頭 這個戰船往往可以出的多一點 而且他的捕魚是兩倍 這個魚網 肉呢可以補到兩倍喔 再去放一次喔 這樣捕魚的效率會變得非常好 這邊怎麼呢 一直在敲東西的聲音 欸怎麼有人被關起來了 這是什麼監禁撲累嗎 Hera的村民被監禁撲累在這裡面 OK 那現在 WP圖果然海戰上獲得了一些優勢 這邊打海戰的是 是葡萄人 葡萄人打海戰也不錯 黃金折扣優勢 當然不是選擇敗艇 敗艇的話可能前期防守更輕鬆一些 但是很害怕火彈船喔 還有這個自爆發 應該炸不到 紅爪了一波 好上方我們來進去看一下 哇兩邊還在打 海戰的部分打得差不多 這兩隻臭命想要出來嗎 但是出不來 道特直接把你給圍殺 你以為左邊我出不來是不是 直接拉著臭命過來 道特這隻臭命也被圍殺死了 怎麼辦呢 道特這一波想要搞了 結果自己被搞死 野馬也出不去了 道特 俱豬嘴王沒了 這個名字怎麼那麼奇怪啊 叫野馬就好 這兩隻村民還在打這個房子 前期就在已經拉村民在那邊搞死了 你搞我搞你 那下面的海戰也是異常的激烈 但是海戰部分 就是你炸我炸你 然後又來看一下火彈船跟戰船的數量 一級射有沒有點 有點了 兩邊都有點嗎 沒有喔 葡萄人這邊一級射還沒有點 所以現在還是主要是靠 火戰船跟自爆船 維生 中間的戰線也開始有點動向了 Hera出了一堆落馬 看到中間 哇 曲子羅這邊有三隻駱駝 直接刺猴 這個駱駝刺猴封建時代就能慘 非常的麻煩 打這個馬絕對有宰致力的 那家裡補了一些劍塔 TC暫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現在Hera的目標就是要擺脫這些弱駝 然後找個機會去抓村民 甚至有機會的話 要把敵人的城的東西給打掉 讓對方慘村民的速度變慢 所以這場比賽開始 也可以說是說 一開始黑暗時代 就是雙TC開農的一個路徑 兩邊經濟會變得非常快的好 好 那現在去這羅家裡 現在經濟越來越好了 這個野豬一直在吃 喔 Hera這兩隻肉馬過來幫忙DOT解掉 那DOT這邊的路徑應該是直層 欸對 次直層 升到了神寶時代 但是妮可夫蒙古直層上的更快 哎呀 有沒有挖石頭 看一下 其實妮可夫這邊可以直接挖寶 唉唷有 早就已經有挖了 這裡在挖了 好 直接挖寶 來插城堡 OK 那巨頭戰隊這邊 DOT也要來趕快挖石頭才對 好 DOT這邊挖石頭 結果被駱駝砍爛 這些駱駝騎兵真的是 太麻煩了 直接把DOT的挖石弓全部處理掉了 好 DOT這邊石頭剛好有650 可以蓋 直接蓋在原地嗎 好 還稍找個地方新蓋呢 好 蓋原地就好了 好 那現在兩邊的戰況 是 我有預期發展的 正常的戰法 正常的沙塔 正常的打海戰 好 兩邊的刺喉 現在你看我我看你 但是後面又補了一個TC 想要保住自己的城鎮中心 居座羅這邊打得非常謹慎 好 HERA這邊肉碼要小心點 現在蒙古出了非常多的肉碼 但是 蒙古突擊已經出來了 稍微騷擾一下 這邊是可以走出來的 好 海戰的部分 現在是 有 塔套拿下優勢 戰船的部分 還沒有到非常多 現在還在囤數量 現在葡萄牙還要再等一下時間 好 這一波海戰怎麼打到這裡來了 我們剛剛想說 為什麼這一坨藍藍的東西在這裡 好 但是 葡萄牙現在有一級射了 應該不會射得太輸 但是 塔套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對方給摸到了 好 戰船這邊開始送光 蒙古突擊也在打架 這一波蒙古突擊也衝過來了 開始控黃金 好 左邊這裡 駱駝抓到該提示的村民 道特這邊太慘了 一直被駱駝騎兵給抓到啊 道特趕快即時收村 好 這邊的部分 村民往前走 萬歲衝鋒 直接衝到了敵人家城堡下 被射死啊 好 那現在 赤頭的部分還是很多 這個 閃避嘛 好 現在清騎兵 來到了七屆的數量 現在數量一直不少很多 一直跟對方的肉馬在打架 Ara升到城堡時代 贏下了清騎兵跟跑速 現在刺頭就有血量加成 好 打得到92滴血 血量超多的肉馬 多12滴血 好 這根劍塔稍微防住 現在 夢想家戰隊 獲得非常巨大的優勢 是 現在 Hera 這邊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看一下 隊伍的造化 因為他要1打2 其實壓力很大 而且 用區的羅人 跟他對打駱駝的情況下 Hera的駱駝 也不能打贏 所以這邊一定得靠隊友 所以這邊也可以說是要靠 DOT的 這個駱駝工兵 獲得一些優勢才行 好 這邊駱駝騎兵一直在追 Hera的駱駝趕快過來救一下 這個閃避馬一直追一直爽啊 直接衝進來了 好 劍塔射了一下 好 兩邊的經濟目前看起來 GL戰隊是沒有領先的 夢想家戰隊是微微領先 但海戰方面好像是由GL戰隊拿下優勢喔 趁這裡 伐木工都有點受到傷害了 難受難受 這個木頭有點被擊穿 好 這一波 洛土工兵 數量慢慢穩定 捏克夫的馬弓 繼續拉 好 但是這裡一直在斷這個 這個蒙土 蒙古土旗 一直被削減數量 而且數量也沒有繼續提升起來 因為這邊是要來轉衝車了 哪裡 這裡轉衝車 看來夢想家戰隊想要把戰線變成往上 突襲DOT的TC 想要直接一舉都更 上面這塊經濟 但是巨額戰隊會讓 夢想家戰隊秤心如意嗎 轉衝車 這樣 蒙圖的數量會不會少 好 這裡蒙圖要小心 駱駝刺 喔 駱駝騎兵碰到了洛工 洛工很危險 這一波 DOT GUNTERA 完全搞不贏 曲折羅的駱駝啊 就可以知道 這一波 曲折羅在團戰的表現 是多麼的有彈性了 出駱駝追駱駝 出閃避馬 追駱駝 想追誰就追誰 而且對方一定打不贏 一定打不贏 這是曲折羅人最麻煩的地方啊 團隊現在到這邊 還是要先穩定一下 駱駝攻兵的數量 但是準備來了三台衝車 好 這波海戰已經可以摸到城鎮中心 把大量村民往下開始拔木 這波海戰已經可以宣告 是由塔套拿下勝利了 那這邊海戰打輸的葡萄人 這邊就可以考慮趕快轉個帝王時代 但是現在葡萄人像是變成半死人狀態了 所以現在其實是三二打三狀況 夢想家戰隊現在是二打三了 好這波衝車 開始頂 有機會嗎 三個衝車 血量來到了1700 就拿下有點困難 好被射掉了一台 第二台衝車還要跟時間 後面有補工程去製造索嗎 沒有頭死車 直接拉村民過來打架 城堡 這邊繼續收出來再放出來繼續打 但是村民可能要死一些 道特趕快扁趕快扁 ヘラ本來想來過來幫忙 但是發現道特自己就行了 好 等下方這裡一個壓寶 尼可夫表示 哎呀被發現了趕快走 好等這邊ヘラ的弱頭過來幫忙 這時候 尼可夫的村民也在助陣 但是有助陣跟沒助陣其實差不多的 好後面這一波衝鋒 駝駝倒了有點多 尼可夫這一波要先撤退了 好海戰部分現在中間陷入 已經全面贏了 就有了戰隊開始慢慢反推了 夢想家戰隊這一波衝車攻勢 有點讓自己的 蒙圖的優勢 變成沒有了 蒙古除奇 數量處理不來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用處 就算有起來 不一定能打得贏駱駝駝兵 而且現在沒有起來更慘了 對方的駱駝也開始有點難打 雖然對方駱駝一直不是問題 靠曲折羅的駱駝就死了 但是蒙圖數量不起來 對方壓力還是小很多的 好這邊還是繼續按衝車 我們又要停 繼續想要攻城 好兩台衝車又來了 好海戰打贏 現在戰艦開始北上 看中間這個防線 這個城堡已經守住了 去通往上方的去路 現在戰艦就只能在這附近徘徊 好換掉了一些落魄 現在WP圖 自爆船要炸開木牆了嗎 直接炸開衝進去 有機會嗎 好現在這根城堡直接被修到滿血了 後面有投資車 順利的把兩台衝車給逼退回去 現在屈折羅 現在屈折羅 莫想家戰隊 劍撞上方的壓寶策略不成功 轉彎了後方的騷擾作戰 剛剛他們一直持續騷擾後方 其實是有獲得很好的優勢了 所以他們就去返回原路 走偷後排路線 確實是不錯的思路 好這裡HERA有非常多槍兵 真鋁拉過來 照翔 這一波就有了戰隊 單位全送 上面還有一堆駱駝 但是沒有辦法 真鋁全倒光了 哇HERA這一波有點虧 直接損失的快要一千斤 但是這邊刺頭慢慢打回來 但是家裡的蒙古突起數量開始慢慢變多 哇這個數量一變多 壓力又回來了 本來你出衝車 沒什麼蒙古突起 還好沒什麼太大問題 現在問題可大了 現在路頭工兵 也要趕快量產起來 道德的經濟維持在97村左右 但是後方村民已經逃不掉了 HERA這些村民真的是有點慘 路頭工兵有點姗姗來遲 道德應該是有收到HERA的call 但是這個call 又還來不及了 這些村民應該就是要射光了 這裡帶一村 全拿光 五村蠶死 WP圖這邊直接壓了一根寶 想要衝進去 帝王時代已經補下了 現在補魚歐士 使有WP圖完全拿下 19艘的漁船瘋狂補魚 好 那HERA現在是經濟比較慘的 雖然說慘了也沒慘到哪裡去 不對阿他經濟是最好的 村民是最多的 剛剛後面這邊是被抓了一大波 所以應該經濟是最慘才對的 但是他怎麼經濟還是這麼好 這個是世界冠軍的 衝龍嗎 很輕鬆阿 直接村民飆到第一 但是對手的經濟是更好的 來到131村 蒙古這邊經濟已經滿邊了 準備要來點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點下 取者羅倫 點下了閃避馬的升級 斯利摩瓦殺齒兵 精銳升級版本 好這頭駱駝 不要後面往後繞 繞背戰術打得很好 一直繞 繞到HERA家裡 很難生活治理 但是HERA這邊其實也可以不用理 一直往前壓進就可以了 現在WP圖 準備要來轉步兵了嗎 大槍兵先升級上去 均勻科技半價 WP圖轉步兵很快速 好正面的部分沒有太多的改變 現在兩邊就是 你衝我我衝你 但是有一台投資車在這裡 這個衝車應該是做不到任何的事情 好這裡駱駝直接衝進來城堡的四車範圍內 暫時沒有太大的騷擾空間 好去德羅轉出了巨型投資機 開始反擊了大陸皮圖的城堡 那菩薩人這邊是直接採取的進貢模式 也不管了 就直接按村民 然後雙TC 好去按村民 然後一直給隊友資源打架的路線 所以所以這波到了後期 怎麼打 都是3打2 可能就是400人口 打600人口 這個局面 好這裡就是土工兵 反制蒙古圖騎效果很好 但蒙古圖騎打駱駝兵也是很痛 兩邊都是差不多痛 而且蒙古有攻速的優勢 但這個高地 復環了一些數量還蠻開心的 好這邊直接繞桿 轉兵馬 這邊也在追 現在HERA也轉出蒙古圖騎了 那兩邊都是轉蒙古圖騎 但是巨遊戰隊 這邊是擁有更強大的火力 還有駱駝駝兵 好正面的部分出了非常多槍兵 海盪還有蘆化彈船可以幫忙輸出一下 好戰狂有點混亂 現在四處都在著火當中 槍兵準備開始往前推進了 這一波有守住 最前頭是技術量來到了4台 覺得羅倫應該能守住塔套的進攻 大陸P圖現在應該會被壓制住 喔HERA這邊村民處 終於有下修了一點點 來到123寸 道德正面的經濟 開始要崩潰了嗎 巨型頭司機已經架出來了 好這隻閃避馬扛了很久 抓掉了非常多的蒙古圖騎 正面部分大量蒙圖加閃避馬過來直接手撕巨型頭司機 巨頭司機直接被撕光 這裡蒙古數量 已經穩定下來了 來到了33隻 好這裡放了非常多槍兵出來 好HERA現在把後面的地方補了一堆城堡 決定要鎖住後面的區塊 後面這邊都是他們撒田的地方 不能失守 好看一下北邊 這一波大戰 終於開打了 現在駱駝兵 數量是總共有11隻的數量 蒙古圖騎還有11隻 然後我們都剩11隻 但是後面有蒙古圖騎很多 35隻 蒙古圖騎人 現在連村民都沒有按 一直在進攻 希望可以靠隊友打贏這場比賽 一直來一直來 蒙古圖騎人數量真的多 巨型頭司機慢慢推進 這一波進攻流 打出了優勢了嗎 閃避馬配上駱駝 加上蒙古圖騎 這個團隊搭配 非常麻煩 後面有一坨 騎兵要衝進去了 巨型頭司機要攻城成功 閃避馬進來 正面的槍兵 WP2開始往前推進 現在在跟時間賽跑 到底是上方的DOT 經濟會全倒 還是後面閃避馬會拿到優勢 還是塔套的步兵槍兵壓制 可以獲得更大的優勢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閃避馬 開始在抓村民了 這裡跑貓衣還被抓 從土家裡稍微防守 城堡掉了 這一坨村民討得掉嗎 DOT HERA HERA這邊村民沒有打算要討的意思 只把兵拉走 這邊要開始抓村民了 正面進攻開始延續了 達洛皮圖的戰毛兵 攻擊速度還有攻速加成 雖雷反制蒙圖 效果非常好 這波閃避馬 未來救了一下 應該是能守住 這邊村民已經被抓光 HERA的村民數下降到了109 有村 現在上方的經濟花藥沒了 要是這邊經濟再被抓掉 對於巨樓戰隊來說是一大損失 巨星頭C趕快往裡面衝吧 這一波要是抓到應該就屈了 塔塔這邊也要趕快繼續給對方壓力 葡萄人這邊開始建起了萬里長城 想要盡可能來拖時間 繼續拖時間 想要保護好裡面的經濟 哇這個萬里長城補的真的是快啊 塔塔一進來發現 哇靠這裡怎麼圍了大石牆啊 葡萄人這波趕快趕快敲趕快敲 這裡稍微走動一下 紅圖要打贏了 這波數量夠多 這一波大會戰來看一下 這邊繼續走動 右邊的刺頭 洛駝 散兵把它繞幹的是不是有點快呢 到達這邊轉出了洛駝來幫Hero扛線 我有便宜洛駝 你出猛圖 不用洛駝了 洛駝兵 沒有辦法數量起來 正面大量槍兵開始瘋狂往裡面戳 現在這根石牆蓋不起來了 尼可夫這邊猛圖機也在上方 找個機會想要反擊 先把這根城堡給拿下 好 道德轉出了洛駝之後 正面局勢開始轉向於GL戰隊了 GL戰隊現在應該是不會輸了 好 這根東西拿下 但是這根城堡還沒有拿下 還是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守住的 好結果側面突然開打起來 洛駝加薩兵馬 目前Hero直接手撕了三台巨頭 巨頭全拿下 後面有更多的駱駝過來 這坨駱駝 支援的沉疾一時 閃閉馬現在完全打不贏 尼可夫把猛圖往後拉 兩邊都是瘋狂的拉扯當中 現在駱駝正面開戰 閃閉馬這波有點追殺後面的魔物出奇 這一波巨頭戰隊會輸 但是裡面衝了進去 這也不算輸 這波衝進去了 來了來了來了 直接衝到裡面的經濟區域 夢想家戰隊還能起舞嗎 炸裂了炸裂了 經濟全炸 好 槍兵過去家裡一傳亂 葡萄人村民數下降到剩下的59村 現在全世界都往下方衝 但是上面這裡城堡掉光了 村民有及時落蓋嗎 哇 這一波 好像死了一堆村民 但是巨頭戰隊村民補得很快 馬上又把經濟給補了回來 重點是夢想家戰隊 這裡能不能守住這一波 好來了 現在蒙古人 米可夫 沒有往前 閃閉馬先去抓Hera的蒙圖 但是左邊又更多的駱駝走了進來 槍兵正面防守 肉馬扛槍兵怎麼扛得住呢 米可夫這邊 要撤了 這裡槍兵數量實在太多 駱駝也不能打 現在三家集結 具有戰隊 全部集結在這了 火力全開 雖然上面失守 但是你家的下方經濟全部爆炸 後面的經濟挖金礦工民也是要出事了 這波閃兵馬有往前 槍兵趕快回首 但是被駱駝兵給戳爆了 米可夫現在也在努力的 想要辦法守住家裡 但是對方戰寶兵數量實在太多 蒙圖數量也開始慢慢變少 攻速他又加成 蒙圖數量只剩下10隻左右 右邊的戰線 最後還是守住了 好 葡萄牙現在經濟 現今花藥歸零 剩32村 正面非常多的肉馬過來 有肉馬就代表著 曲折羅沒有黃金了 沒有黃金這一波交換 慘了 這一波應該是要倒光 黃金沒了 只有肉馬 怎麼打得贏呢 現在經濟已經來到了極限 現在 曲折羅 尼可夫也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巨樓戰隊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出了100多隻的單位 這邊是有進攻的 黃金確實撐了一段時間 但是少了一家戰力人口 到了後期 真是沒有辦法比得上巨樓戰隊 三家進攻的火力 這一波看起來是夢想家戰隊 有點算是 也不能說他們是決策錯誤 但是應該要讓葡萄牙上帝龍時代 蓋個幾個趕灣大艘戰 插個火炮塔 防守或是進攻 可能會更好一點 只能打進攻 如果在前期沒有打賽 只要拖時間越久越容易輸 而且巨樓戰隊也算是不太容易 前期就倒的一個戰隊 所以前期進攻都拿下 真的是有點困難 雖然上方這裡確實已經全部拿下 但是其他地方是守得非常好 到處都有城堡 而且還戰海營的情況下 經濟是非常好的 下方還有大量石頭 可以繼續開稿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